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五日表示 为应对新冠疫情 美国政府支持暂时豁免与新冠疫苗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美方将积极参与世贸组织举行的相关文本谈判 以促成上述目标 但谈判需要时间 美国药物研究机构和制药厂商协会当天发表声明说 此举将进一步削弱成家的供应链 促进假冒疫苗的扩散 同时无法真正解决实现更多疫苗接种的挑战 受此消息影响 辉瑞莫德纳等企业股价当天应声下跌 当前不少中低收入国家仍面临疫苗短缺的困扰 知识产权规则只是全球疫苗生产的瓶颈之一 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能力 将相关专利技术转化成疫苗制造新增产能 同样面临挑战 受印度新冠疫情影响 美国国务院五日批准美国政府雇员 可在非紧急情况下自行离开印度 并希望离开印度的美国公民搭乘现有的商业航班 美国国务院曾于4月28日发布公告 批准美国政府雇员的家属自愿离开印度 同时建议所有在印度的美国公民尽快离境 并要求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印度旅行 5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否决了一项 全国性暂停驱逐令 称新冠疫情救援措施超出了美国疾病控制 与预防中心CDC的权力 CDC以公共健康为由暂停了驱逐租户的做法 为在疫情期间拖欠租金的数百万租客提供了保护 但一系列相互冲突的下级法院裁决 令人们对暂缓令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 给房东和租户都带来了不确定性 这是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搁置暂停驱逐令的裁决 司法部曾要求 任何裁决只适用于提出此案的房屋供应者 和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洛杉矶县6日进入疫情黄色级别 卫生局计划推出更宽松的限制措施 该级别允许无提供食物的酒吧 以25%的比率开放室内 餐厅室内堂食开放50%客容量 健身中心 电影院 棋牌室 酿酒场 以及像是保龄球馆 游乐室 滑冰场 密室逃脱等室内娱乐中心 室内客容量从目前的25%提高到50% 美发美甲等个人服务行业室内客容量 提高至75% 到齐体育场等户外会场的客容量 可从目前的33%提高到67% 游乐园的客容量从25%提升至35% 室外会议可一次容纳200人参与 室内会议仍不允许 除非参与全员都已经打过疫苗 6日 欧盟更新了其允许因非必要旅行 入境欧盟的国家及地区名单 该名单将以色列骗入其中 按照欧盟的规定 该名单每两周审查一次并视情况更新 欧盟建议自2021年5月6日起 逐步取消对以下各国家及地区居民 入境欧盟的旅行限制 其中包括澳大利亚 以色列 新西兰 卢旺达 新加坡 韩国 泰国 中国 包括香港地区 澳门地区 但此限制需要以对等为前提 中国国家电影局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1年5月1日至5月5日 全国电影票房达16.68亿元 其中你的婚礼悬崖之上 分别以5.11亿元 5.04亿元领跑明显 占总票房约61% 今年五一档观影总人次 为4410.54万人 国产片票房占总票房96.49% 档期票房前十名排行榜中 除你的婚礼悬崖之上外 还有三部影片票房过亿 秘密访客1.90亿元 追虎秦龙1.61亿元 扫黑决战1.14亿元